那一样就是我们每堂课都会录影 那这边有几个最后跟大家补充的 就是实体出席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根本就没有来召开实体的课程的话 比如说我要是不小心生病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实体出席才算 比如说今天临时改成全线上 那就是大家最多就是只有一分而已 没有1.5分这件事情 那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所以这些分数这40分怎么拿 重点就是看你要怎么去安排你的出席 还有问问题 基本上你就是个人负责你的分数 这样就OK了 那你想跟我讲一下你为什么没来 我也OK啦 不过就是从分数的角度上来看 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刚刚有一个东西忘记讲 就是最后请大家就是记得 因为现在这种聊天机器很盛行 就ChimpGPT很盛行 所以你如果要问问题要写全新的单 你也可以参考 比如说什么时候你要用到ChimpGPT 比如说你讨论完之后你可能想要了解多一点 但是你又懒得找太多资料 你可以去问ChimpGPT 然后你可以把你怎么问 还有就是ChimpGPT怎么打 然后你怎么想 你也是可以把它写到你自己的主观想法里面 所以聊天机器的东西你可以搭配使用 但是请不要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问别人问题 你就只有问ChimpGPT问题 就把文字贴下来 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都认得出来的 就是你要贴理上的技巧 就是重点是你要亲自问人 你的同学或老师给你回答之后 你写下来 然后你如果要搭配自己的主观想资料 你懒得你不想用Google 你不想要HBOE 没关系 你可以问ChimpGPT 那你怎么问对方怎么打 然后你get的到什么 我希望你可以把它贴出来或写出来 我觉得ChimpGPT是这样用的 请不要就是人都没有问 就直接问ChimpGPT 那这个文字器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问ChimpGPT 就是你要怎么问的 为什么要问 请你也写清楚 大概这个提醒一下 好那就是这40分 最多我们这个初期分数可以拿40分 就请大家就是 重点就是你的初期 跟你的学习心得单 你就自己去调配 那原则上你要缴交的时间 都是下礼拜五的晚上10点前 那原因是因为 下礼拜五晚上10点 我通常已经下班了 我可以看大家的学习心得单 然后就是隔天大家来上课前 就会我分数就会改完 所以你如果有疑问 你都可以找助教 就可以得到询问这样子 好那这是初期的部分 那接下来有两三个层面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是课堂报告 Selective Topic 那我们今年的课堂报告 这学习的课堂报告是读书会 就是大家一起读一本原文书 那跟去年这个堂课的时候是一样的 但是请你不要copy你实验室学长的 因为去年的影片都已经上传在Facebook Groove上面 所以基本上你会没一样 或以内容一样 我们都是知道的 那这堂课也会严禁避免 就是你拿学长的东西去报告 不要像我以前一样 我也是一份期末报告 也是拿好几 他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就是这样的佼佼 就是这件事不要发生 那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需要去读书报告 那我们呢 就是这个读书会报告就是可能 我们原本修课人数是25个啦 但是今天这样点一点还不到15个 所以可能先等一下课后会请大家要认理 就是每个人 先一个人认理一个题目 那尤其是前四个题目一定要先认买 因为前四个题目会最早发生 那这我哪要跟大家讲 那我先讲一下评分跟这个进行方式 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呢 会有一组或两组的30分钟的报告 那这30分钟请你抓20分钟 是口头报告的 还有10分钟的QA 那为什么要留10分钟QA就是要让大家可以问问题 可以拿分数 那所以就是基本上每一组就是30分钟 那你20分钟和10分钟 这个其实没有运行规定 你看你要怎么调费 那但是你30分钟一定会下台 因为就是我们时间会控制 助教那边会控制时间 那这学期的课堂报告总共有15个题目 总共有15个题目 就是课本的15个章节 那大概呢就是说你的报告呢 或者是就是每个同学呢 你就是要负责至少一个报告 那就看修课人数嘛 如果你我们在15个题目 看修课人数是小于15或者是大于15 如果大于15个修课人数的话 那就是可以两个人一组 但是原则上是填满15个报告为主 那如果是小于15个的正式修课人数 那就是可能可以一个人认领两个题目 那认领两个题目 先讲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可以拿满这30分 你30分可以全拿 就是不管你的报告分数怎么样 你30分就是全拿 那一般的case就是说你每个同学会负责一个talk 一个报告 那报告为什么评分呢 就是大概就是说你投影片内容从1到10分 是几分 然后你口头报告的这个清晰度1到10分是几分 那以及就是说你问这个讲者问题 或者是你看别人问这个讲者问题 看这个讲者回答问题的品质怎么样 可以是0到5分 那0分就是完全没有人问 集不起任何问题 那0到5分 那等下这个建议的评分方式 等下后面也有写 那这些分数都会被全体的同学 全体的参与者共同去评分 住校那边做Google表单 那大家就是听完之后就直接 直接summit你对这个讲者评分 那基本上讲者是不知道是谁给他评几分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说基本上对讲者来讲 讲者如果想要知道说 我拿到哪些分数拿到哪些comment 基本上讲者会可以得到 匿名的分数跟comment 我们不会让你的评分被讲者知道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你的分数基本上会被全体参与者一起评分 包括我跟住校 那因为这个这件事情 可能上一期有修过同学就知道 但是就是给大家提醒 就是说这件事情 这个全体评分 其实比我跟住校两个人来评分还准 还准确 就是因为我大概就是说 我自己也给一个同学一个评分 然后我后来发现 就是其实同学们的average 会相对我 只有我自己平台来的更准确 那请大家也担心 如果有那种极端2搞的 就是去投 我们基本上会去投去尾在做平均 所以你不用担心有同学2搞你 就是这个不用担心 那当然就是希望 我也不希望你不要2搞你的同学 就是因为你2搞那个分数等于是删掉的 那所以这边请大家放心 我跟住校会把关这个分数 但是主要就是说会让全体一起评分 所以你的学期分数很多时候是你的听众 你的同学们一起决定的 那 那基本上就是说 投影片呢 一样就是 你要在你报告的时候是礼拜六 你要在前一天晚上 就是礼拜五晚上10点 礼拜五晚上10点就是我们课堂上共同的过期 就是我的 我比较确定我的下班时刻 就是礼拜五晚上10点 你要上传完你的报告到NTU库尔上面 到NTU库尔上面 只有正选生要进来NTU库尔而已 NTU库尔 那你一定要准时上传 你没有准时上传 你准时上传你就直接拿到5分 你没有准时上传就是每一个小时扣1分 那这边就是会严格的事情 然后我也不希望你还要更新 就是不要 不要到隔天跟我说你还要更新投影片 因为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不更新 因为你更新 解释空间就很多 比如说我今天才做一页 然后我熬夜做了十页 然后隔天来这边上课报告才说要更新 那这个基本上就不允许 那你如果真的有个小措置 我是觉得没关系啦 小措置真的 小措置 你真的要我更新这个小措置也没关系 我是建议你不更新也没差 就是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 就是我跟助教 不用花那么多公布 去跟你看这件事情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求大家都要准时上传 如果是你今天要报告 请你在隔天的 前一天的这个晚上十点前 一定要上传NTU过 那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如果我们修课人数小于15个人 那你如果有意愿 你可以一个人认理两个题目 你认理两个题目就是不管你上面的分数怎么拿 你都可以拿满30分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准时缴交 然后至少你不要爆太烂 就是你的报告品质是OK的 那就是你可以拿满这一项分数的整个30的总分 那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影片上传到我们的Facebook Bloomers上面 那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愿意的话就是像我现在上课我是有萤幕录影的 那你就会被萤幕录影然后camera会照到你的脸 那这个影片会在学期分数送出去之后才上传到我们的社团平台上面 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希望累积一下这整个学期的这个大家报告的资料库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如果有信心被录影被上传 基本上我也可以对你的报告比较有信心 所以你基本上都可以得到额外加2分 额外加2分的事情 所以这一项的学期分数你最多可以拿满32分 譬如说你今天你愿意认你两次的报告你就直接拿30分 然后呢你只要愿意上传都愿意上传就是加2分 那就是最高你可以拿到32分 那这边呢我其实我在设计这个平分策略的时候 主要其实就是你看就是说为什么要准时小焦 为什么你上传我就认定你可以加分 因为一样就是说这学期的课我们这个系列的课都是以工作坊形式进行 那我觉得我当老师我能做就是说我希望保证同学们 因为我需要把我的课堂1分之1的时间播给同学报告 所以我必须要保证说这个报告的speaker 他的品质是值得下面的学生听的 因为我们是工作坊的形式 我整个课的3分之1的时间是给你们报告的 所以就是我必须要保证大家的quality 那所以我会透过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你愿意被录影代表你有信心准备好 那你当然可以加2分 第二个我为什么要要求准时报告 因为我希望你到报告之前的有十几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讲什么话 那你确保这个报告品质 那这是我这样子定分数的用意 就是用意是这样子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准时缴交 不用更新了 就是你礼拜五晚上十点 也就是一定要做到完美 就是上传 然后你愿意被录影就是加2分 我是用这个方式来保证大家的quality 那就请大家留意一下 好那就是 还有课堂报告你一定要实体出席 你个人一定要实体出席 如果今天是换你报 你一定要来这边报 你万一真的临时有状况 那就跟你同学换 你就跟你要自己找好同学换 你同学愿意跟你换就OK 就是你要换你这样跟助教讲 就是你要换要提早换 如果你今天选定的时间 你不行就要提早换 好那刚刚是课堂报告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课堂报告题目 那最后讲一下题目报告 那这个题目报告会跟前几个学习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休克学生 我们会分成三个team 我们会分成三个team 然后分别准备三个指定的题目 project topic 就是这三个team会分别 就是做一个主要的主题 那一个team里面呢 一个team里面要再被分成三个三小群 三个groups 然后这三个groups要各自分 负责这个整个大主题的三个面向 这三个面向大概就是分为市场上的应用 文献的回顾 还有一些演算法的介绍 那是这两个学习的交易会分三个面向 所以我们就是整个 比如说我们的课堂上的学生是十五个好了 十二十五个 那你就是会分三组 就是五个人一组 那五个人一组的这五个人 要负责三次的报告 三次的报告 这三次报告就是分为这三个面向 市场应用跟文献回顾跟演算法设计 演算法的介绍 那大概这是这学期 过去的几个学习没有这样运作 那这学习会是这样运作 期末报告 那大概就说你接一个小群 一个team里面分成三个小群 那一个小群就是for一个观点 看你是市场观点或者文献的观点 或者演算法介绍观点 那基本上这个小群 你要准备45分钟的报告 这45分钟的报告预计就是 你可以含有30分钟的口头报告 跟15分钟的QA 那一样这个报告品质怎么评分 就是你的投影片是1到10分 投影片内容1到10分 口头报告品质是1到10分 那回答问题的程度是0到5分 0到5分 那一样这些分数都会被全体参与者 一起共同评分 然后做平均 去投去委的平均 然后这个一样 投影片就是也是在下个礼拜五前 就是你要报告的前一个礼拜五 那个晚上就要交了 你只要准时交交你就拿5分 那这个一样就是 要确保大家报告的名字 你一定要准时交 那如果你的整个Groove都delay 就是一个小时扣1分 然后会一直倒扣 你如果delay10个小时就是扣4分 就是扣到你交为止 这个请大家注意 要扣到你交为止 那你的Groove 比如说有两个人 你们那次的报告 就会共享一样的分数 那课堂报告也是 如果你是两个人一组的 你们两个分数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最多就是像刚刚这个 10分 10分 5分 5分 10加10加 5加5 最多就是30分 然后一定要实体出席 期末报告一定要实体出席 因为它是为期末考 你一定要 包括金总 你也一定要实体出席 它是为期末考 如果你真的不能出席的话 我们会有 就是比如说你少一个出席 就平常你课堂来上我的课 你没出席没关系 课堂报告 你是听众没出席也没关系 你可以线上听或怎么样 但是你要记得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今天是课堂报告讲这 我在这报告 然后你今天根本就没有来 你也没有线上参加 你课后补课 你是不能 莫名其妙要问我 问我 问我什么问题去写的 因为你根本就完全没有参与 完全没有听到 那这样子的 推行心得单是不行的 那所以就是说 大家会有这个要注意 就是你是报告者 你要实体出席 然后期末报告这件事情 全体同学都要出席 因为它是为期末考 那就是 如果你缺一个 对我这边有写 我们总共会有9个setion 就是因为三组 三个team 然后要负责三个题目 然后每个team要分三组 所以总共有9个setion 那它会散布在5月18 25 6月1号 那你如果真的这三周 你没办法出现 要在场有没有这三周 确定不会出现 确定不会出现 我们可能都还可以调整 你如果越快找 越快讲 我跟助教可能还可以想 调整方案 就是线上或者是实体人 5月18 5月25 6月1号 请你一定要实体出席 那这边就是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真的不行 要快点讲 要快点讲 好那一样就是说 你如果 你愿意上传这个webex的话 就是你 你愿意上传影片 你愿意让我们在学期结束之后 为什么要学期结束之后上传影片 因为我不希望有bias 就是说 你们大家都拿到学习成绩了 我再去上传影片 因为就是 一方面我也不希望说 就是在showper的同时 你们个人的资讯是被 被半公开上去的 因为我是老师 我必须要保证修课学生的权益 他不应该被 名单被公开之类 所以 我会 这个影片 我会在你们全部拿到学期分数之后 我才会上传 那一样就是你如果期末报告愿意被上传 就会加三分 就加三分 所以期末报告这件事情 你可以拿三十分再加三分 如果你愿意上传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 还有另外的十分 因为我们这次的期末告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有一个team leader 有一个team leader 就是分三个team 然后这个team需要有一个leader 那这个leader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如果是愿意当你那个team的leader 你就是直接加五分 因为leader比较多事情 那leader你要干嘛 你就是要做 你要去coordinate 你要去coordinate你的team member 因为你的team要负责三次的报告 你要去协调好去分配 这一次是哪个人做 那就是他们的presentation的arrangement 那你要做什么事 你如果是team leader 你还要负责就是 你这次的project 你要的图解摘要跟overview的poster 你要做一个海报 告诉大家说 你这次期末报告要报什么 那这个东西需要在5月10号的 是礼拜五晚上10点前交 那你是team leader 就是在你的team三次报告完之后呢 你必须要submit一个summary report 这个大概就是说 你这三次报告下来的准备 你可以当成是你的部门 就是你的team 你的team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在这三次报告中 你们team总共得到了什么样的comment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结论 请你记录下来 comment或重要结论请你记录下来 然后以及就是说 可能听众有问你的team team member一些问题 那你怎么回答他 那这个可以记录的多详细 就尽量的记录 然后以及就是说 你们整个team做完这个project之后 你们认为未来的科技 有什么样的可能的方向 或研究的方向 请你做一些结论 那所以team leader需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如果愿意当team leader 就是直接加5分 那所以team leader 就是你如果是team leader 你也可以自己参与刚刚的报告 你也可以自己参与自己的期末报告 你也可以亲自去报 你如果有亲自去报的话 就是说你就看 其实应该是说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去报拿分数 然后并且再加5分 或者是说你team leader 因为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补报告 你可以直接继承你们team 最高的分数 比如说我今天跟助教一组 然后我是team leader 我没有报告 助教是我的整个team 最高分的 那我就是直接继承他分数 大概分数是可以这样拿 然后再加5分 那这是team leader 那就是说 你今天你team leader 要负责的就是project poster 跟这个summary report 那这两个东西 也会被其他两个team的人来评分 就是在1到5分里面做补分 然后就是请 就是每个人 比如说我今天 我这个人要评论两个team 这两个team 我不能给一样的分数 一定要有好有坏 那每个人都评 然后做平均 那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team leader 要协调好 去准备这两件事情了 所以team leader 可以不报告 然后也直接加5分 那就是整个team 整个team member 都会有一样的分 share一样的分数 就是在poster 跟summary report 这两件事情上面 会share一样的分数 那所以就是我们的分 期末报告分组 会在3月9号分 那期末报告分组 是随机分的 那随机分完之后 就是看你们在自己 推举一个team leader 出来 那大概会是这样进行 那因为呢 这是第一堂课 然后下星期的课 才会得到正式的修课名单 所以我们会抓到 在3月9号的时候 就完成期末报告分组 那就是期末报告分组 是random的 那random 要怎么random 再出教会想办法 然后那个 random完之后 我们会公布 然后你们就自己要去讨论 那会这样子做的原因 是因为基本上 我们也要就是工作坊的形式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课 有点像是你部门 那个公司里面部门的互动 就是你自己负责一个专案 你有个team负责一个专案 那所以 然后你这个专案 你要怎么去coordinate你的成员 那就是 我是希望像 我会希望让这件事情 像是业界一样 就是可以比较 有一些小team的 小team的建立跟这个互动 还有做出成果 那大概就是设计 这样子期末报告的主要的用意 那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最后就是看一下这个时程表 那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课应该是要13.20 表规上 应该是13.20到16.2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课程网被改掉了 所以我这边都是从13.20去写的 那今天是2月24号 所以今天是这个 那很可惜没发生 今天是变14.20 好 那就是接下来3月2号开始 3月2号跟3月9号是1点半到5点半 那会是1点半到5点半原因是因为 就是第一个就是3月2号有就业博览会 那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会希望 早上或中午去看就业博览会 所以我们就1点半再开始上课 然后你看为什么会上4个小时 我们先看放假的好了 就是4月6号清明年假 5月11号是母亲节假 然后6月8号 6月8号其实大家学期就结束了 然后就直接放端午年假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应该不宜上课 就是大家应该是那个 就是学期就直接结束了 所以我们会放三 我们表定16周 然后一周上3个小时 其实我们上课时间 时数只要48个小时 那所以我这边有精算过 就是有上课时间加起来要是48个小时 就是大家修课学生的权益 所以我们4月6号 5月11号 6月8号都放假 所以我们课就要分散在各个地方 那所以就是3月2号 因为有9月博览会 有9月博览会 所以我们1点半上课 上到5点半 上4个小时 那3月9号 因为我个人要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 所以 不是我是参加早上的那个教堂证婚 所以就是我1点半才 我们就是还是一样1点半的上课 上4个小时 那这两周呢 就是下礼拜 今天可能要尽量请大家 就先把课堂报告先确定下来 那3月9号 因为修课名单都确立 所以分组 专题的分组也要确定 那就是像刚刚讲一样 会有随机分配 然后助教这边会带 再看怎么样去 去做这个期末专题的分组 然后呢 那接下来3月16号开始 这几周 12点半上课 4点半下课 因为我们要上4个小时 因为 我不想要大家太晚下课 那所以就是我们就12点半就开始上课 那在场或先上有没有任务 12点半不行 你可以带东西来这边吃 没关系 吃完睡个午觉也ok 就是冷出先就有分数了 那就是12点半 12点半上课 4点半下课 然后礼拜六是 抱歉 那个4月6号是清明年假 就是放假 放假 然后4月13到5月4号一样 也是12点半上课 4点半下课 上4个小时 就这样 然后呢 5月18 5月25 6月1号 这边就是正常上课上三个小时 因为呢 我们每一个小时都有一组同学要报告 报45分钟 然后休息 然后45分钟休息 45分钟休息 所以可能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预留一些时间 因为大家在转换的过程中 可能这些设备都需要有一些 比如说投影片 或者测试装备啊 之类的 所以我们5月18号 5月25号 6月1号 基本上都是留给期末报告 那最后三个小时 那当然我个人呢 就是因为我太太第二胎的预产期是在5月底 所以就是我如果我太太要生产 我可能这几周 就是我们现在预产期是6月5号 所以就是说 通常如果每版40周 可能37、38就是可以生小孩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这几周 我可能要陪我太太去生产 所以我可能会先上参加 那基本上我太太那边安顿好 我就会来这边 那所以这边跟大家也不好意思一下 就是预告一下就是 这几周 18、25、6月1号 就是期末报会有助教实体主持 然后我都会看我太太生产第二胎的状况 那就是这边跟大家不好意思一下 就是会有这样的调整 那所以就是这个 上个时间就在场有没有人有问题 都可以问一下 或线上 线上你们有问题吗 好那如果暂时没有 都没有都没有 都OK吗 这时间表都OK 可以可以 好那就这样那就先可以 那没有意义我们就 如果有有有有状况的话 或者是 或者说你有建议的话都可以再讲 就是原则上我们就提早上课 那请助教会帮我们借一下那个教室 好那就是这几个时间 好那看一下那个 先看一下那个remark这边 就是分组报告是3月9号要确定 那请明天下请明天下 那你如果是team leader的话 专题海报必须要在这一周 5月4号这周就要完成了 因为你要先做出来让其他人看 你们那组要报什么 好所以你如果是team leader的话 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你全力分数可以直接加5分 好那你如果是到team leader的话 就是最后啊三次报告 期末报完之后 你要做一个捷报 你要做一个文书的捷报 那这边也是你在期末报告完之后 要交出来的 然后海报跟捷报 都是要给大家评分的 我在后面的后面都有列那个时程 列日期 好那所以这边就是要跟 请大家确定就是说 3月2号3月9号 基本上我们都是1点半上到5点半 那其他的时间都是12点半到下午4点半 然后七明年假母亲年假 三五年假都不上课 都不上课了 好啊请大家留意一下 然后最后5月18日 5月25日 6月1号 都请休克生 你一定要实际参加 因为他是为期末考 那你如果真的这三周 有哪一周不行的 请你尽快跟助教讲 我们可以协调看看 我们就可能有协调空间 比如说有好几个人 假设5月18日不行 那我们可能就要看状况 是不是5月18日 要延长时间 类似这种调整 但是前提是 多数人都同意 就是大家 应该说其他人都同意 如果你有特别要调整 你要看你同学们 愿不愿意这样调整 OK 那就OK 好那就是大概会有这样子 然后所以如果你有状况 就快点讲 好那我们就是 基本上从下个礼拜开始 就是每次都上课四个小时 那因为我们要放很多家 所以就是这样 OK吗 好那就是这样 那这边快速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这边有列一些 就是你要怎么评你同学的分数 那这边的细节 大家自己看我不讲了 那主要讲一下动机 就是说 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评分 因为你如果看投影片的内容 就仿佛你是一个reviewer一样 去审阅一个general paper 或conference paper 那这边有一些 一到十分你要怎么给 我有给一些建议 那大家轻松看一下就好了 那希望你在评你同学分数的时候 你自己心中都有一把 拿捏好一把尺 就是公正的去评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口头报告 为什么你要去评同学的口头 speaker的口头报告 因为就希望你是当一个audience 好的audience 就说你今天在听一个conference 会议的时候 你要怎么用心的去听 他不知道怎么样 那就是希望 让大家有这样的训练 那口头报告要怎么去评分 我给一些建议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文字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项就是说你要去评说 这个speaker怎么回答问题的 就算第一个是你自己问这个speaker问题 第二个是 你听到别人问这个speaker问题 那他到底有没有答 答问题达到点上 有没有回答的中庸合理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评论说 你要 你要怎么去当一个提问者 你要怎么去听 有人提问有人被有人回答 那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训练 那所以就是大家也要对 回答问题的品质去做一个评分 那还有一个 这次比较不一样就是说 你今天要有一个poster 我们今天有一个poster poster就是你要去对 就是这个组要报什么东西的一些 灾药 图线灾药 做一些overview的 和overview做一些评分 那就是帮助你去看 比如说你有时候去参加comments 你会看海报吗 或者说就是大家在找paper前 你不是有时候会去看灾药吗 然后才看要不要下载 那大概就是训练大家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一方面你是准备的人的话 你要准备好 我要怎么让我的听众 可以在听我报告之前就先get到我要讲什么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设计 因为也是一样就是工作坊的形式 希望大家可以那个 就是well prepare 你可以well prepare来做准备 好那这边就有几个时辰 就是住教这边的会整理所有的海报 就是在5月10号10点前 然后会公开给所有参与者 给所有参与者 甚至包含那个我们的社团平台上面 因为我们社团平台上面 其实有一些有兴趣的旁听生 或者是一些业界的同论 或者业界的朋友 他们都可能会有兴趣来一起来听 那就是如果你是正式的学生 请你都一定要就是在评论 评分完之后就是 出教5月12号会公布 那请大家同学5月17号前 就要回馈 回馈你给出来的评分 那除了你自己的部 你自己的这个team 你自己的team 你就是你要给其他两个team不同的分数 那一样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捷报 捷报也是需要大家一起评分 team leader会完成这个捷报 那请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个捷报做评分 那一样就是大概有几个时程 就是6月4号 6月4号住教会把所有捷报整理出来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看去做评分 然后请大家在6月7号前 就要上传你的评分结果 因为我们6月8号放假了 所以就是6月7号上传评分结果 然后基本上我们就准备要算学习总成绩了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一样就是说 你评分的两个team 基本上他会得到不同分数 你不能都给一样分数 一定有好有坏 好 那就是这边快速讲一下 就是接下来讲一下课堂报告 我们这学期课堂报告跟去年一样 我们要做读书位的形式 那一样跟去年一样 其实是读这本书 就是雷达的原文书 那这本书主要是偏向雷达的应用 主要是偏向雷达的应用 的章节 那报告内容呢 就是中英文都不拘 中英文都不拘 基本上你就是 你就想办法你好报 好拿的 好让同学们听得懂 好拿分数 这最重要 所以你要用powerpoint 或lates bimmer 都可以 那但是你要记得 就是你上传给我们的报告 你必须要复原始档 跟PDF档 因为我 我是Mac开那个powerpoint有时候比较慢 所以你帮我转个PDF我看比较快 对 那就这样子 好 那就是报告内容必须要图文并茂 那因为我们是读书会 其实是读这本书 然后来报告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当然报告你要好 你要报得好 就是你要一目了揽 然后你要有一些明显的特点的图解 然后呢 这边要注意就是说 因为你是读课本的内容 所以你的所有的图示 或是什么 你可以直接从课本上面截图 但是请你在文字上不要全段就直接复制贴上 因为你一定要图文并茂 整理成一个完整的 后影片报告出来 请你不要直接无脑的复制课本的字就贴上来 但是里面的图 你可以懒得化 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贴图 或者是有些表格 你可以直接贴 这都OK 但是请你不要文字全部无脑的直接复制贴上 好 那就是这样子 然后15个 我们总共15个题目 15个题目都不能重复 那我等一下 大家下一页都没有看到 我已经依照各章节的页数 从少到多去排顺序了 好 所以前四个题目 请今天在场的人一定要认理完 那一样 这动机就是说 希望大家像是在业界狗work一样 就是希望 工作坊行事 希望大家彼此互动认识 讨论 然后去看待别人的成果 以上 好 那我们15个题目 15个题目在这里 这15个题目就是这本书里面的15个章节 那我已经依照它的页数 第一个要报告的是第16章 它只有30页 好 那第二组要报告的 它是这个 也是30页 它是这本书的第三章 以此类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你如果留到第15个 最后报的 你这边有76页要念 好 这边有76页要念 好 那所以这样 这样摆放应该是蛮公平的 就是请大家 也是鼓励大家今天实体出席的 你就快点报一报 好 今天前四个希望大家都快认领掉 因为一个前四个分量最少 然后你快点报完 你期中期末考也会比较少事情 好 那就希望大家等一下助教会让大家 大家来选 好 等一下我们 课后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就大家会希望大家 就可以开始认领 然后现在先 每个人先认领一个 每个人认领一个 那如果你有那个没来的 或你同学没来的 请快点跟他讲 问他认领哪个 让你通 你可以帮他抢 这样子 啊线上的也是 然后要怎么自己 你等一下助教你 你在想办法 好 好 那我们最后讲一下期末报告 期末报告就是这个 刚刚其实有讲了 期末报告就是关键就是说 希望让大家就是 可以去探讨一些雷达科技的一些 比较进阶的题目 那你可能要读paper 然后你要去catch到那个paper的idea 然后还有teamwork teamwork很重要 在这档课很重要 所以 期末报告是这样设计的 那所以我们会random分配 基本上你不会跟你熟悉的同学在一组 那这个是 当然我这次有时候想起来是蛮麻烦的 不过就是 就是这堂课的进行 工作坊进行的特色就是这样 那就是有三个论点 就是市场应用跟产品 文件搜寻跟回顾 还有经典的手法介绍 然后会分成三次的报告 那请你就是有一些小提醒 就是说你如果有些复杂数学 你可以用attend this的方式 你不一定要报 但是你可以告诉听众说 请大家可以去看我头一边 后边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 然后就是你报告有一个准则 就是说你今天愿意要报告出来的东西 请你尽可能的去把那些turns把它查好 你不要说今天有一个报告你列出来说 我就列出来 但是其实我有报告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禁止的 我相信你在跟你指导教授的迷迹过程中 这一定也是会被禁止的 就是你跟你老板 你跟你老板包一个东西说 我多这边favor 可是我包他写的 跟他就这样写啊 这个应该是研究生大忌 就是大家应该做研究 你知道教授教授过 应该都知道要这件事情 所以请你确定你understand 所有的turns 你今天要报的东西 请你尽可能去了解它 你不懂我就不要报了 不懂就不要报 然后就是制作专题海报投影片结案报告 接中英文布局 中英夹杂易可 那当然原则上的希望系统有支英文比较多 那就是你如果有些事情真的讲不太通 请你用中文 请你避免用中国的中文 要使用台湾的中文 就是有些有些名词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语言 就这样 然后那个请大家记得要言之有误 让台下的听众可以听看看 都可以看得懂 我最重要的原则 好那这边呢 我们现在介绍三个主要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AI for LADAR 就是你的LADAR上要怎么用AI 那我给一些推荐的reference 在这边 这边是我给的推荐的reference 就是我所谓我推荐的就是 我大概有看过 我大概就是我自己找过 然后我至少 固定每篇都有熟度 但是我有看过 然后因为上面的就是可能我个人 我个人越熟的 像这篇 这篇我是个人觉得蛮重要 就是这篇就是有 这篇是一篇那个很大篇的每个字 你的paper 它里面有很多reference 都是很值得参考 那所以第一个topic是AI for LADAR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三个topic 然后有三组 然后这三组的成员会随机组成 那这三组要怎么抢题目 我觉得这也是让主角阻挠一下 要怎么让大家去分配这个题目 或者是说 这我们知道 我现在没办法想 就是总之我们三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LADAR的AI应用 然后我给一些建议的reference 大家可以去看 那第二个题目是6G 里面有一个题目 叫做Intermediated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 就是在6G行动通讯里面有一个题目 就是要把感测跟通讯结合在一起 那请大家记得感测的这部分 请大家从雷达 尽可能从雷达的角度去想 因为我们是雷达客 我们是雷达客 所以Sensing的这部分 就是请大家从雷达的面向切入 那就是这方面 我有找过一些paper 大概你看像是这些什么6G啊 这些6G 包括像那个 我看一下 我记得我找一个 对 就是最近 这个应该是6G行动通讯比较新的题目 那请大家就是 这个题目的Sensing部分 请大家着重在雷达上面 那这个你如果是有在做6G的 你应该知道 最近这个题目也是蛮红的这样子 就是这个 Integrated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 那第三个题目是MIMO雷达 MIMO雷达 就是大家MIMO 可能大家都手机 那就是像多天线嘛 那雷达也有一个东西叫做MIMO雷达 那MIMO雷达跟Face Area雷达 那所以就是我们的客名是叫Face Array雷达 那MIMO雷达 其实就是你会多输入多输出 那就是 你这样子 就是MIMO雷达也有相关的文献 然后也有一些原文书 这边也有一些原文书 那这个原文书也是一样 就是你登录 台大VPN 你应该都可以合法下载 都可以合法下载 那下面就是相关的一些比较代表性 Site Attention 高的Paper 那所以主要会有这三个题目 这三个指定的期末报告的题目 那请大家需要从市场应用及产品 文献搜寻与回顾 今天也算法介绍 这三个面向去做协入 那就是这个 这三个题目要怎么分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是组员 可能先随机分 然后可能看这三组 如果可以彼此协调出 哪一组要哪个题目也OK 如果协调有冲突 就是看 看猜拳或者是 在随机论备 在看怎么样 对啊 我记得个人 如果这三组出来的话 我是希望这三组 你们自己要讨论好 你们比较形象哪个题目 然后如果三组刚好 都没有互施的话 就OK了 我觉得先以个人意愿多主 各组意愿多主 好 那就是有这三个题目 那最后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 有一些还是重要的宣导 就是这个课程的素材 基本上投影片 和这个影片 就我现在有萤幕录影 然后有我的camera 那 这些都会被上传到公众的平台上面 公众的 公众的线上平台 所以你如果在上课时间 你要问问题 你的声音可能会被录进来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是 你就直接问 没关系 然后那个 这个 如果你有点concern 你也可以下课再来问 或者跟同学在问 都OK 那 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concern 或者是不便的话 请你就是尽快跟我边录下讲 那就是这边是一个宣导 就是说 我们会录影 声音会录进去 所以就大家看 你要问问题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考量 你如果不介意 当然我也是觉得大家不用介意啦 那就是 也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堂课就是会用这个 我这种这个 我现在的语言 就是台湾中文去讲这个讲课 那有时候会穿杂一些我的台式英语 我台式 我的英语其实满台的 就是会穿杂一些台式英语 那基本上我的课堂的报告的投影片 我课堂的这个 课程投影片 都是会用英文去做的 我的投影片基本上都会用英文去做 除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课程介绍以外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有因为台风 如果因为台风或COVID-19又来了 就是如果因为台风 我们可能会变成线上的 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是放台风假 假设 假设下礼拜放台风假 那基本上我线上会照 会照样执行 那大家就拿不到那个实力出息的1.5分 最高就是拿那个1分 那这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假设下礼拜台风假 我们可能就是礼拜五前一定会公告 那就变线上 或者说你线上没有参加 那里面有补课的也没关系 就是除非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会尽早去讲 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突然发烧 感冒 但是我还是可以上课 那可能就改线上 也有可能 或者说就是我线上 里面有人来实力 还是可以拿1.5分 这个还不如我们到时候再说 会有这个状况 那最后就是请大家就是 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跟我跟助教来讨论 那不管你要聊什么 你要聊这个雷达东西 你要聊不是雷达东西 你要聊要不要钱伯班 你要聊你要找哪间公司的工作 你要聊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聊一些心事 或你跟女朋友你要不要结婚 你要不要生小孩 这件事情都欢迎可以跟我跟助教来讨论 那就是很欢迎大家 那你们也可以加我们的Facebook跟Line 或什么或Linking 也都可以 那我们有开一个社团的Line群 我等一下会把QR Code放在这边 让大家那个 让大家来看一下 让大家来加入 然后Line群是方便大家 就是比如说我说万一万不得已 来上课的时候塞车迟到 那我会快点跟大家讲 那就是这边我有开个Line群 等一下把助教你那边有我把你的 那就跟助教掃描 就是那边有一个Line群 你如果要旁听那也可以加入 你如果要旁听 没有要正式修课也可以加入 然后也鼓励大家修课 因为很甜 就是基本上应该是蛮甜的 如果对吧 就是蛮甜的课 你又可以决定不要来参加也不错 然后可是重点是要报告 你要报告 然后基本上课堂进行的内容就是 我希望大家听过 就我可以听过 我对我自己也要求是大家听过 你对雷达这个科技有那个sense 你知道这是在干嘛 这是我课堂上我对我自己的诉求 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听过 就知道了这回事 那就好了 你不用太执着去钻那些数据 因为你真的在工程应用上 你其实到回到业界上 有些数据是根本业界不会用的 就是就是你工程问题 你不理想性太多了 你根本用的 你根本推数据没有用 但是你还是要有同样的能力 我就研究所一个过程就是说 大家都会读 尤其像塑班 你是要有一个 你要具备那个能力 然后到时候你要能够判断 你要推到什么程度 因为有些有些很理想的东西 其实在工程上 业界工程上 其实你是根本就用不到的 但是有时候 你比如说你的产品 你要推一些Upper-Bunk 或Lower-Bunk 那像比如说你在Exerter 理论上面学到 什么Grammar-Lower-Bunk 可能就会用到 就是你大概知道说 你无生无差 最小会到多少 那你当然要看你现在的方式 所得到的无生无差 是多少 去比较 所以大家在其他课 说到的这些数学能力 还是重要的 但是只是说在我们这场课 会比较偏向业界的工作坊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 那么着重在这些事情上 会主要着重在说 你今天听过 你会觉得有感觉 知道我这回事 这是最重要的 那这边有一些重要的宣导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今天可能不会看影片 我们等一下要分组 然后要先认领题目 课堂报告的题目 然后等一下也会 请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也会请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那就是我们等一下介绍你自己 这一段 这一趴就不会录影 这一趴不会录影 那就是我想一下 我们现在是4点5分 那我们可能就先 我们先再休息 可能大概5 应该5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4点 我们就 好 4点10分 4点10分上课 然后4点10分上课 我请线上跟在场的大家 简单跟对这几个面向 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那个 也确定一下 你知道你要不要正式的 然后再休息这场课 然后等大家自我介绍 玩了一轮之后 然后我们再请助教 把那个15个课堂的屏幕 连出来 让大家认领 那看有什么问题 那今天如果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 谢谢 那我先讲一下 等一下可能最后 就是课堂最后 我15个题目 贴出来的时候 你们就是 我先大家讲一下原则 原则上就是 我会要确保 前四个都是有人选的 那如果你们也可以 也可以重复 举例来做某一个题目 假设是 第五个题目好了 想要有两个人选的话 那是被签选 那最后我会 就是让你们两个 猜拳 或者是抽签之类的 就是那如果就是留下来的那 那另外一个人 就是等于就是 你就被迫要去选 没有 就是没有选到题目 所以当如果 你有 可能已经有人选了 你要决定要进入充分 或者是ATP 就是 自己就会想说 自愿去你的试选也可以 对那 对我来说 如果是前四个都要有选 所以我会 如果到时候 你们有complet 有充分的 可能如果万一前四个是没有选 我们会尽量把你 推到前四个题目里面去 对所以你们就先可以想一下 你们自己的首选 跟你们的次选 对那 如果你有首选 跟别人冲突的话 你自己 先看要不要退到次选 不然你有可能 最后配合 就知道到前四个这样 那么 前四个比较快 前四个比较快 对那 还有一个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就是老师有讲说 其实你可以认你两个嘛 那其实今天先选第一个就好 那之后如果你要选第二个 可以之后再加 那就是你可以拿满那个 你课堂报告 第二次报告的三十分这样 就是total 你就可以拿那三十分 但今天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你们至少先选有自己的第一个 这样 嗯 好 那休息一下四点十五 再来 再来 我让别人家乘中调文 谁要帮我试一下 那这样是不是这个 可以你再加一加 没就 отлич了 没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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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